市场期待了好久 美国联总会终于启动降息循环 宣布一口气降息两码 虽然主席鲍尔会后声明表示 对通膨持续向2%迈进很有信心 认为美国经济是软着陆 但一次降息两码 还是让美股受到冲击 豆崇以及纳斯达克指数 全数吐回涨幅以小跌作收 美股联总会四年来首次降息 虽然美股四大指数全面收黑 但台股周四开低走高 盘中再一次陷入震荡 出望台积电以小跌一元开出 随后陷入震荡 盘中一度由黑翻红 电子类股早盘涨跌互建 盘中普遍翻红 受到降息循环启动的影响 应该是有机会 在第四季走出一个多头的行情 但今天早上开盘的状况 呈现一个小涨小跌的一个情况 主要还是在外资的态度 对电子全职股 还没有一个大幅回补买超的动作 不过进入降息循环 金融股资产营建股 还有高资本支出概念股 已经先振制成 三乐模组等族群 也有望因此受贿 本周进入全球央行周 除了美国联准会率先打头阵 我国央行也将在下午召开 第三季礼监视会 英国以及日本央行也陆续登场 持续牵动全球股会是未来动向 三学长群刘富慈综合报道